大家好 我是冰冰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熊小都十个最好笑的学习过程 请记得订阅加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新影片通知哦 普通话 普通话 是我们全鬼 是我们全 鬼 到 通用言 第九名 幼儿园这么简单的题 你就考这点分 嗯 我这有道题 你要是做不出来 以后 都会不能做我了 二十六七八 有什么规律呢 不对 还是不对 这道题 一定出货了 根本没有答案 哎 人前大条下 有过一十呀 还要快来数一数 二十六七八 还是幼儿园的题字 还是太年轻了 第八名 这什么 呀呀 嗯 这个呢 呀 对 这个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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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 第七名 宝贝宝贝 准备准备好了吗 嗯 那我开始问了啊 爸爸口袋里有三百二十三个冰糖 两百八十九个棉花糖 一百三十四个棒棒糖 今天爸爸吃了两百八十九个冰糖 一百二十四个棉花糖 九十八个棒棒糖 请问爸爸现在有什么 糖尿病吗 哈哈哈哈 第六名 双木林 三木 森 就是你爹那个森 森 双木林 三木爹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五名 正念什么 要去 正念什么 北京 正念什么 你 正念什么 妈 怎么组句子 你妈要去北京 唉呦你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四名 妈妈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我打算把纪念学的知识再复习一遍 天啊 小冬 你开窍了 怎么突然这么爱学习了 因为老学让我说让我留级了 留级了 妈妈 你怎么晕倒了 晕倒了 第三名 卫生十位介义 要是他不见呢 啥 要是他不见呢 他能不见啊 他听见 他见也得见 他不见也得见 第二名 来 填一下过连词 他害怕失去生命 所以出卖朋友 啥 出卖朋友还有理了是吗 重来 即使失去生命 也要出卖朋友 我说朋友招你惹你了 我这么恨他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一边失去生命 一边出卖朋友 第一名 来 用舞 跳了 给校长爷爷 孔雀舞 奏剧 校长爷爷给我跳了只 孔雀舞 啥玩意儿 校长爷爷给你跳 你咋这么大面子呢 我爷爷给校长 跳了只孔雀舞 啥 爷爷跳 爷爷只要得揍你 它 哼哼哼哼 校长给爷爷我 跳了只孔雀舞 哈 哈哈哈 就是冰冰觉得 十个熊小都最好笑的学习过程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或者你心中有什么排名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如果不喜欢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